1500万的宾利 你见过吗 我反正第一次见 上次我见到这台车是在原来车展 这次北京车展才来了 但我依然有个疑问 这玩意哪值这么多钱 来 带你们看看里面 1500万 巴图 巴图 到底告诉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哎呦呗 反正正常的宾利 无非就是内饰材质的区别 据说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真金 你知道内饰的纹路啊什么的 其实里面没有什么太多意义的这种感觉 但我还是拿卖 为什么它值这么多钱呢 因为巴图这个东西本身严格来讲 算是宾利的一个特殊版本 类似于阿斯马丁的Zagato 现款的宾利GT它长这样 很多人以为它会是宾利GT的换代 其实严格来讲它并不是 它只是一个特殊版本 但这个特殊版本卖1500万 全球线拉18台 然后中国区只有一台在香港 用的是非巴的 12缠 行 我想它就是24缠 我也认为它不值1500 但说到底我们先不讨论 这玩意到底为什么值这么多钱 我就觉得有一点 就是钱脸 能不觉得 很像杰丁赛斯吧 你签我吧 还是我格局太低了